阿尔阿曼提供黎巴嫩美食而闻名 吸引不少外国和本地的食客光顾 香料都从黎巴嫩直接入口 而且但是前菜就分冷热前菜 多达十多道呢 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里 我们都吃过不少的美食 像是中餐 西餐 印度餐 马来餐 肯定都有吃过吧 那么中东餐呢 你是否有吃过呢 中东餐这几年在马来西亚非常的火红 走进吉隆坡的金山脚星光大道 我们不难的发现 以前的西式餐馆现在都大翻身 变成中东餐馆了 那中东餐的魅力到底何在呢 今天这一集的大马仙主义 将为大家介绍中东的美食 而我现在就在这一间的中东餐馆 叫做阿拉玛 欢迎来到阿拉玛 我们这里提供了正宗黎巴嫩料理的餐馆 黎巴嫩在中东属于一个小国 我想没有太多的大马人了解黎巴嫩的美食吧 其实黎巴嫩料理种类繁多 而且非常讲究健康 就像是前菜 也就是Maze 就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这次前菜的分量都会比较小 我们会把它摆放在桌子上 和大家一起分享 尤其是在宴客时 一定会看到大家把这些钱菜 从面前传来传去的 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分享 一起享受食物 阿拉玛 在2008年开始营业后 这里从2008年开始营业后 获得不少本地和海外的荣誉 令我们更有新兴地去推广 也使更多人了解黎巴嫩料理 我们的听众们 TimeOutKL博士 都选了我们 最后两年最高的美食餐 我们也参加了 马来西亚国际馆节奏 MIGF 我们也在最高的餐馆指示 像《Eat Me》 最高的餐馆指示 从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特拉》 最高的餐馆指示 黎巴嫩菜 属于很典型的中洞菜系 但由于黎巴嫩 曾经被法国殖名 因此 骨子里流长着法国的贵气 由于长期接受西方文化 在黎巴嫩餐厅用餐 会感觉有点像吃西餐的意思 黎巴嫩菜外观上显得更加精致 更加迎合西方人的审美 原来黎巴嫩的料理 跟韩国料理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他们一样有那么多的前菜 而且他们还有分冷的跟热的 看到这么多的前菜 我就已经胃口大开了 我们现在就邀请 奥马的负责人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黎巴嫩料理的菜色是以新鲜作为浅皮 非常强调天然以及干净的烹调方式 多采用新鲜蔬果和调味香料 为了让大家尝到最珍重的菜色 这里至少50%的食材都是从黎巴嫩路口的 黎巴嫩料理的菜色非常独特 经过我们今天丰富的厨师烹调后就会知道 我们先请厨师介绍今天的菜色 开始我要介绍的前菜 是我们这里非常普遍的一道前菜 叫豆泥沾酱 以及多种不同口味的沙拉 我们还有一种非常特别 精彩的一道菜 也就是这一道科卑鸟 这完全没有煮熟 但生吃的羊肉 我们加了一些调味料和菜 吃起来味道很赞 特别推荐这一道菜 因为中东人比较喜爱吃烤肉 这一道就非常适合了 有牛肉 羊肉 鸡肉串 一定要沾上一些特制的蒜泥酱 还有一道也是来自烧烤的烤鱼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满座都是食物 全部都是提供给大家一起共享一起吃的 一餐中有蔬菜 有肉类 有烧烤等等不同的选择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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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我们特别的沙拉 我们这里有肉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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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烤鱿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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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烤鸡肉和煮鸡肉 有很多選擇 在新鮮和冷餐廳中 想要黎巴嫩的美食 就要從哈摩斯開始 再加上他們新鮮剛出爐的麵包 謝謝 就這樣撕一小塊 然後打開這裡面 就好像我們平時茶牛油一樣 把哈摩斯塗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吃了 麵包非常的新鮮 還熱騰騰的 那哈摩斯的感覺就像是 一種起司、一種cream的感覺 來現在我們要試一試的 這個是忍的沙拉 它是用香菜跟那個番茄 所一起調製搭配了成的 非常爽口的香菜 有橄欖油的味道 然後 非常的好吃 好 我們現在要試一試的 是他們熱的前菜 它裡面是起起來的 看起來好像我們一般的春捲 原來並不是喔 這是生的羊肉 再加上一點感染油 沒有那個羊燒味 沒有那個羊燒味 可以吃得到那個 有那個 洋蔥的感覺 洋蔥味道 然後 其實非常的爽口 不會感覺很深 這前菜非常的特別 它是 魚肉的 然後下面這感覺像是 是玉米 它有小小的一點辣 然後會很香的那個 番茄味道 好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他們的主食 燒烤在中東來說是非常的普遍 也非常的出名 現在我們就來試試看 配上他們獨家秘製的蒜泥醬 肉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香 再配上那個蒜泥醬呢 就感覺有點酸酸 然後非常的好吃 那我現在眼前擺著的這一個呢 是他們黎巴嫩最傳統的主食 如果說你一個人來到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點這一個來吃 黎巴嫩的菜色都非常的豐富 而且他們非常的注重健康 有60%都是鱈魚出菜的 所以啊 我們可以很放心的大吃一頓 也非常謝謝 All Amma的主廚跟負責人 為我們介紹煎這麼多的美食 Thank you